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工作高手 现在站在我旁边的 就是我们的工作高手 张明聪老师 我们首先掌声欢迎 欢迎张老师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纸最怕水 但是此时此刻 这张作画的纸放在水中 是怎么样画出张老师身后 这些精美的作品呢 我们就通过张老师 接下来的创作 一起来感受一下 请 水中怎么作画呢 为什么那个墨 不会在水里散开吗 其实在张老师创作的过程当中 我先给各位企业家提一个问题 大家先在心中想象一下 你们想啊 它这个是在水中做水墨画 最怕的是什么 纸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接下来要想的就是 这个颜色如何的能够真正的 作用在画纸上 想象一下 着色 它没法控制吧 不是 你们想象一下 它的颜料绝对不是纯粹的水墨 大家要考虑这个细节啊 我觉得里边放油了 肯定是 我刚才在那站了半天 就想看它的那个奥妙 但是它如果是油的话 那个油会飘起来的 它这个 它这个有那个什么 金的那种 金脖的那种散 而且它那个散 只有散那么大 它不会散得很宽 我觉得最难的 其实因为水不是它控制的呀 对吧 那它继续说那些 那些怎么能让水 根据它想要画的东西流动呢 所以它那个墨只能留多远 比如说留这个一寸呢 它是不是也借鉴了油画的那个方式 一层一层往上铺的 它应该是那个 颜料的稀释程度不一样 它的流动性不一样 而且呢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想象一下 它最终啊 这个燃料 它在水中停住的时间 你看 也会让整个画的创作 意境变得非常不同 差不多了 是啊 真棒啊 谢谢 别出心裁 别具一格 这么看 还蛮有特点的 水中水墨画 我把水墨画 穿成水墨画 画到了水里 那么我非常非常 呃 佩服 发明这种沙画的人 无论沙画做得 怎么漂亮 怎么好看 我都觉得是 国外的艺术 哦 博来品 对 博来品 那我们中国 地大物博 人杰辈出 那其实我们中国 也可以和他们 一样 有这种表演方式 嗯 为什么学了水墨呢 水墨 其实我们是 呃 中国的符号之一吧 就是我能够非常自信的 和国外艺术 平等对话 任何艺术啊 都是需要新的生命 对 创新才是 艺术的最好传承 对